大家好 我是刀刀阿水学习社群的共同发起人 我是Tiff 这堂课想要跟大家聊聊 当你认为教育也需要民主化的时候 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好 那在课程的一开始呢 我想要先邀请哪一个参与这堂课的伙伴 来感受一下你心中的民主教育是什么样子的样貌 所以等一下呢 我会给大家各种情境 然后你可以用零到五分去感受一下 在这个情境里面 你认为他民主的程度有多高 零是不民主 五是最民主 那你等一下可以拿一张纸 然后把你自己的分数记下来 好 那我们要开始咯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是解除法禁 记在我多年前 法禁已经开始慢慢解除了 OK 你认为这个就是一种民主的象征吗 再来呢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的 大家高中应该多少经历过 学校会用大学入取难易度去排名榜单 然后去公布谁谁谁入取了什么 你认为这是一种民主教育吗 接下来呢是大家都知道 高中职即将开放 每周四天八点到校就可以 你认为这是一种民主教育的象征吗 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应该觉得蛮熟悉的 这可能都是大家共有的经验 台湾的学习内容 目前还是主要以升学需求为主 你认为这是民主教育吗 好 那接下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在某个大学他有规定女术的宵禁时间 你认为这件事情的民主程度有多高呢 那再来一个 2018年起高中职学生自治组织已经有法院依据了 你觉得他的民主程度是几分 再来一个 最近暑假开始 然后有一些学校会要求学生要上叔父 那你认为这个是民主的吗 接下来是一个大家最近最常谈的话题 108课稿 108课稿它增加了选修课跟自主学习的时间 你觉得这样子是民主教育的一种实践吗 它民主程度有多高 接着你听过实验教育吗 2014年政府通过了实验教育三法 那实验教育是什么 它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主体 它不需要依照课纲 它可以依照特定的教育理念学习 也因此它给了大家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 也保障了家长的选择权 及学生的学习权 你认为这是民主教育吗 你认为它民主程度有多高呢 再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涉谷学校 涉谷学校是一间从美国发起的民主学校 他们的学生没有必修课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程 又或者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认为这是一种民主教育吗 他民主的程度你会给几分呢 相信大家对这些情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感触 如果你特别在意的是 为什么我一定要学这个 为什么我要这样学 包含是为什么要照课纲所要求的学习 又或者是为什么我的学习总是要被考试绑住 又或者是为什么我的学习场域一定要在学校 如果你在意这些 你可能在意的是你自己的学习自主权 那有一群人他可能特别在意的是 为什么要规定我可不可以谈恋爱 我要穿什么我可不可以外食 你可能在意的是我又没有一个平等的决策权 而另一群人他可能更在意的是 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可不可以做些什么 包含是我可以成立学生会 我可以选择实验教育 我甚至可以自己发起一个自媒体 发起行动甚至创立组织 他们可能在讲的是我有没有办法另寻或创造新的选择 那在这些思维跟行动里面大概会有三个层次 从一开始你可能会先是觉察问题跟现况 然后你开始会想为什么我对这样子的现况问题特别的有感触 为什么 那以及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对我 那在反思完了之后呢 你可能会开始想的是 那我们有办法争取些什么 然后在争取之后 我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创造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大家的感受其实都是民主教育的一环 那民主教育是什么 大家可能很少听过这个词 然后也觉得那是不是就是一堂公民课 就是民主教育 那民主教育确实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这样的思维早在17世纪末 18世纪初的时候就由洛克跟卢梭曾经提出来过 他们同样都认为说儿童应该要有自由的权利 然后学习应该照着儿童的发展进行 那他们的思维进一步影响到了后续的进步主义教育 那进步主义教育比较知名的代表就像是杜威 那这样的思维后面又影响到了谁 影响到了人本主义教育 然后以及现代的民主教育发展 那在这些的思维下 他们其实有几个共通的核心精神 包含了自由平等跟共好 那你会说那这样的精神它要怎么样去落实 他们通常会用两个主要的元素 第一个是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包含了自己决定我为什么要学 怎么学何时学学什么我要在哪里学跟谁学 甚至是怎么减合自己的学习 再来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民主社群 在这个社群里面每个人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 在必要做任何规则或是限制的情况下 大家都同等的享有一定的决定权 就是像是说不论是老师学生行政人员家长 我们都有一样的决定权 所以民主教育的推广者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民主教育是指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 让大家自由的学习 从中去认识自己跟世界 然后去思考说我在在世界这个位置 我要怎么样去做出一个适合自己 也是社会所需的一个行动 听完了民主教育的基本介绍 大家可能会觉得刚刚有一些情境 似乎就是民主教育 那有一些可能还不确定 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 不同民主学校他们怎么样去落实民主教育 让大家比较有画面一些 首先呢有一些民主学校 他们会透过生活讨论会的方式 邀请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家长 一起来讨论学校的事务 包含人事聘用课程行政制度 以及生活公约 那每一个民主学校 他们开放的程度就会不太一样 他们会自行决定 然后呢第一种方式是 有些民主学校他会成立教育或学生法庭 他会让学生去写诉状 然后邀请学生担任法官去审判 学生的纠纷 那希望说可以让孩子 学习澄清双方的情绪跟行为 然后透过合理的管道去处理问题 争取自己的权益 然后从中去展现自我的力量 也重塑了自我的概念 那在自主学习的部分 民主学校怎么做 蛮多的民主学校 不论是台湾的或是国外的 他们针对青少年会有一个 叫行动学习的一种学习模式 那行动学习它的概念就是去实现 生活及教育跟社会及学校的这样的理想 它把校园的场域扩掉到全世界 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我今天想学的主题 我可以在哪个地点去找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是景点等等的学习的资源 然后用他觉得他擅长的方式进行学习 那因为学生离开了他的舒适圈 然后长时间跟团体生活 在这过程中也会有机会去进行辅导 那另一种模式的话呢 是想举的是高等教育的自主学习模式 我研究所念的一间学校叫Bowder College 它曾经被称为是全世界最接近民主教育的一间学校 那它怎么做呢 它的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它邀请学生自行去制定你整学年的学习计划 然后包含你的目标内容课程时间规划 自我的记录方式等等 然后呢学生其实不用一定要在学校里面进行学习 他可以回到他的家乡进行研究 他可以去世界各地进行研究都可以 他没有一定的课程 课程都是由自己安排的 那教师他在这里面就会转为一个引导者 结束我们去建立学习的音架 然后进行反思跟学习的延伸 在听完了民主教育的一些例子之后呢 我们要来聊聊那台湾的民主教育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 首先要跟大家谈的是 其实台湾从解研之后教育就逐步的民主化 然后迈向人本教育 包含是大家开始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版本的课本 然后大家开始有自主学习课等等 都是一个民主化的象征 但是就如同大家在最一开始情境中所感受到的 台湾的民主教育还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 去解决一些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小细节 那到底为什么民主教育这么重要 许多推广民主教育的伙伴会认为说 民主教育是为了民主社会做一个准备 那民主其实它是一种群体生活的思维 还有一种生活的方式 在这样的群体生活中 我们去拥有倾听理解沟通共识行动的素养 其实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与其去争论18岁是不是能有投票权 我们更重要的可以去想的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教育去培养每一个人的民主素养 这里前每一个人就是在谈的是 我们不单单只是去质疑18岁以下也没有民主素养 其实是每一个人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一个人都要去培养民主素养 然后再来是民主教育其实也是为了一个复杂且快速变化的未来做准备 其实也不单单是未来 现在的社会其实就已经非常复杂跟快速变化了 那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需要是跳脱框架的一种思维 以及运用集体智慧来解决问题 集体智慧指的是一群人的智慧以及结合人工智慧去面向更复杂的问题 然后呢另一个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当资讯一直不断的推成初心 我们需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有办法不断的去理解新世界的样貌 然后在看完了这些内容之后 你可能就会开始在想 确实智慧的学习内容已经没有办法因应现今的社会了 所以我们需要更不一样的教育模式 谈到这边呢其实想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民主它不是只是一种政治的体制 它更是一种群体生活的精神跟方式 那当这样的民主放到了教育现场 它就不会只是单堂的一个公民课程 教大家知识面向上的 又或者是它只是放宽法规限制 它其实更需要的是在每一个教育的环节让民主生活化 但是这个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把民主教育先切分成自主学习跟民主社区 然后自主学习这边谈的就是我们把学习的主导权还给每一个个体 那如果你是学习者的话你可以开始觉察我过往的学习是不是常常是被支配的 然后你可以尝试去想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权益跟能力 然后做出行动做出改变 那另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它因为资讯爆炸的状态 虽然有些辛苦 但同时有一个优势就是大家的资源取得更容易了 所以大家可以藉由这些网络资源跨出学校 然后去自我增能 甚至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包含是之前 G0V社群就有一个国二的学生TED 他曾经自学了 那个程式设计 然后就创建了开放课程的一个整合平台 那我有认识另一个国中生 他在国中的时候就用FD的社团 去创造了一个国中生的科业讨论社团 其实他们都是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 他们去试着去掌握这个世卫时代的优势 然后创造一些什么 那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或是家长的话 可以开始去想的是 当这个世代的知识已经可以很简单 如果都取得得到的话 我们可能开始要从知识的权威 转换为另一个角色 他可能会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不再是一个领导者 那另一个事情是 我们开始要意识到说 在一个教育场域 其实人人都是一种学习者 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域 资深或资浅 举例来讲 一个老师他可能很擅长生物的领域 但是学生他可能很擅长是数位工具的使用 那他们在这两个不同领域就是一个 彼此都是资深的学习者 可以互相学习 那具体可以怎么做 其实有些学校的老师 他们会试着可能透过班会 或是自己的课堂 让孩子轮流去分享自己平常关注的议题 或是兴趣 他可能会是一个游戏 可能会是一个简单的演讲 任何的方式 然后届时可以让孩子去觉察说 因为我平常喜欢的事情 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学习 然后也从中去更深的探索自己 那另外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说 老师是愿意跟我一起共学的 那另一件事情就是民主社群 民主社群它其实想求 就是群体中人人平等 那这边有几个我觉得可以先预设 预先建立的思维 包含是我们常常会预设一个人 他讲话背后在想什么 或是甚至那个人还没讲话 我们就预设他要讲什么 所以不想听 但我们可以先试着练习我们好忍耐 把事情先听完 然后试着去理解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预设 所以会有一些担心 担心孩子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会有一些危险 或是会有不好的出路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 在你倾听跟理解之后去相信他 那也因为你的理解 你可以更清楚 他可能每一个步骤他会怎么走 我们可以一步一趋的去陪伴 OK 那再来一个除了上述的 那个心态建立之外呢 在机制上面 可以试着去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发声的管道 跟决策权力的一个系统或是一个模式 那可以先从家庭的一个对话 或是小组或是班会 或是公司团队开始试试看 那这边举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试试看也可以 之前像那个翻滚海里 他们曾经有把青色组织的概念 放到了班级经营当中 然后另外是沈亿市民主 现在其实不仅仅是可能社会中去使用 也有蛮多的老师尝试把它放到不同的课程当中 让孩子去尝试不同的民主的方式 这些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试着 让民主教育是从自己开始做题的一些模式 那如果呢 你有想到更多的话 欢迎你在作业上面去想一想说 我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 开始在生活中落实民主教育 好 听了这么多 我们休息一下来进个广告 在岛岛阿学 每个人都是一座拥有丰富资源的岛 透过互相互助学习 成为一片独立又连结的群岛 我们是岛岛阿学 岛岛阿欧 邀请你共编共享学习资源 刚刚有许多部分 其实都是在谈在学校的框架里面 怎么样去推广民主教育 那我们现在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如果我跳脱学校框架 我有没有办法推广民主教育 那这边会以岛岛阿学为例 然后跟大家做分享 岛岛阿学呢 是我在2020年跟一群老师 学生家长 以及各个领域的 具有些伙伴们 一起成立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 这个组织想做什么 我们希望用集体智慧 打造没有天花板的一个学习环境 一个以自主学习为主的民主社群 那在这个社群里面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 跟找到同等的教育资源 然后也让各领域的 资深资浅学习者 可以互相的学习 最后是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很自由 很安心的提出他的想法 然后并且参与决策 好 那我们提出的策略是 我们想要邀请学习者 一起来觉察跟解决 整个民主教育上面 遇到的具体困境 然后也在这个解决的过程中 去推广民主教育 好 说这么多非常抽象的东西 那到底导导阿学做了些什么 导导阿学在前面有谈到说 我们希望可以解决民主教育 遇到的困难嘛 那我们当时就先一开始 就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想要解决自主学习的部分 那自主学习 当时我们就开始在想的是 我们自己以前在当老师 然后遇到自学生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以及我自己曾经是一个 研究所的自主学习者 我遇过什么样的困难 那我们大概整理了以下的内容 然后除了是自我经验 我们也参考了一些资料 然后也有做了一些访谈 首先自主学习者 他会面临不清楚自己是谁 想要学什么样的困境 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有了学习目标 但不知道怎么样安排学习的方法跟进度 好不容易他知道了怎么样去安排方法跟进度的之后呢 他却不知道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师资或学办 最后是他终于完成了他美好的自学计划 却无法顺利的执行他的自学计划 这是自主学习者常会遇到的几项困难 那当时我们就在想好有这么多的问题要解决 我们团队自己比较擅长去觉察哪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去解决 所以我们优先瞄准的是找不到合适资源的问题 那那时候我们就在想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 为什么大家会找不到合适的资源 好那也许是资讯爆炸它反而让资讯太多 而且是碎片化 然后让大家很难去辨识哪一个是适合自己的 然后这是我们在几次访谈之后 获得的一些新的观点 那另一件事情是很多的学习者 他会受限于家庭或学校资源 所以举例来讲 他今天可能想要找一个 可能某一个领域的前辈做访谈 但是他的家庭可能没有这样的人脉 他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学校老师可能刚好也没有认识 那他的学习可能就因此受限 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 我们分别提出了什么样的解方呢 首先面对网络资源太多的 太多太杂无法辨识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用社群的方式来做第一步的资源筛选 所以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新增资源 然后再来是当大家新增完之后 一样这里可能太多资源很难辨识 所以我们用分类跟标签的方式 让大家好找到 那下一步我们还想再做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可以在每一个资源介绍里面再增加使用者经验 或是这个资源你有多推荐 然后以及我们也希望可以增加人脉的资源 那另一件事情是面对受限家庭跟学校资源的这个窘境 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建立社群去聚集一群各领域 比较有住人特质或是桥梁特质的人 他们会相互引介资源跟人脉 然后另一个是我们希望透过建立网站 让资源透过网络的方式去破除一个界限 好那具体我们真正做了些什么 我们一样透过民主教育的两个元素 自主学习跟民主教育去区分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面向自主学习 我们提供了一个遭到阿学多元学习资源的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你可以找到各个领域 各种类型的学习资源 以及教育相关活动的一个形势力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实验教育相关单位的一个地图 那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FB的资源分享社团 叫做遭到阿学学习资源岛 我们希望说让资源更快速更有效率的 透过这个FB社团被转发 然后另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 去做民主社群 首先呢就是每一个使用者 他都可以免费的使用我们的平台 他也可以自由的共编这里的资源 那另一个是在导导阿学的团队 其实我们是没有限制任何年龄身份领域 你今天如果想要一起来跟我们协助 你可以自由的加入 自行选择你想参与的方式跟程度 你也可以自由的离开 那另一件事情是在导导阿学没有所谓谁说的算 而是今天你只要是找到阿学的议员 你愿意参加 那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去做出一个决定 好 然后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首先一开始我们就是觉察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找了一群有类似经验的人来协助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几位实验教育的老师 然后以及有一位高中的学生 他对就是找不到核四资源这个问题 他也非常有感 所以我们就一起组成了一个六七人的小组的团队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分析问题 然后寻找解放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好我们想要来成立一个平台 把资源做分类跟筛选 让大家更好找到 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很简单的先用Google 把资料整理出来 然后甚至我们一开始是先呈现这个Google 给大家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去把那个这个比较难阅读的资料表 我们把它去做了一个平台 我们当时是用WordPress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Google Sheet 然后我们下面分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版用WordPress做的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上面是用各个领域去区分 然后你点进来之后上面会有各种hashtags 然后以及下面会列出相对应的资源 好 那在平台1.0做出来之后 我们参加了临时小学校专案复华竞赛 然后也很开心有获选前五名 然后我们之后也参与了很多G0E的活动 然后也获得了很多不同的支持 那在这一次的竞赛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因为有了第一版网站 我们就进行了宣传跟推广 我们透过社群媒体或是 专家很多的教育的讲座论坛 去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想要推的民主教育是什么一回事 那我们找出了什么样的解放 那在分享跟推广之后呢 我们有做了一个使用者的问卷 然后想要了解说那现在的平台 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或是你还有没有其他需求 那在调查过程中 我们也重新去调整一下我们团队的结构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伙伴进来了 然后 然后其实像是这样的开源社群的专案 以我们为例 我们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新进来的伙伴怎么样去理解你做的东西 然后做的进度到哪里 他可以怎么样参与 所以包含是不论是组织的结构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整理一份共笔 然后让新参者是友善的 这都是我们那时候大概在中期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 那大概稳定了团队之后 我们又重新做了一次使用者的访谈 然后我们去访谈的对象是高中的自主学习者 那在访谈之后 有发现他们有一些新的需求 包含是他们其实会希望有更多人际的互动 但是他们人际互动希望是我透过学习来认识你 而不是单纯一个联谊的活动 所以我们最近也有一群伙伴 他开始发起了一个共学的专案 他们想要透过举办一些共学的活动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有发现说 目前的网站其实它有一些优化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资料库搬迁到了Notion 然后我们也自驾了一个平台 然后像Notion的资料库可以临结到这个平台 OK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想再做的事情是包含 自驾一个后台 然后我们想做会员制 会员制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可以开始找学办 找老师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观察到大家新增资源的 的频率其实不高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弄一个那个扩充工具 让大家更好更方便的去新增资源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版的网站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跟之前的很不一样 中间会有一个搜寻Bar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些你想要搜寻的关键字 那你如果不太清楚你今天要想找什么样的资源 你也可以来看看下面这些大家常用的资源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按一下上方列表找资源这边 找资源按下去之后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在上方这边会有一个筛选的列表 然后你可以选不同的领域 然后再来是你可以选不同年龄层它的费用 那下面这里就会跑出相对应的一个资源 那资源点进去之后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以这个为例的话呢 就是这是中央艺术大学他们创造的一个资源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它的领域是哪一个 然后它的资源类型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它的年龄层适用的范围 它有什么样的标签 它费用是免费的吗 以及这个资源的介绍 那你在最下方也可以留言对这个资源的想法 那另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弄了一个FB的社团 那在这个FB社团我们 就是邀请大家及时转分享一些活动啊 或是资源 然后透过那个hashtag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更好地去找到 然后其实大家会说 我们其实很像一个就是另类的Google 没错 其实我们有点像 但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透过社群的方式筛选资源 刚刚有提到 我们也希望透过社群一起协作 让大家从中去理解 什么样是民主教育 然后民主教育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所以像是我们的团队里面 其实有蛮多的高中生或是大学生的参与 那也有一些是业界的伙伴 他们曾经有回馈说 他们觉得导导大学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团队 然后我们不会用可能多数觉得就直接说 好我们今天就是决议就是这样不能再改变 而是我们会强势去倾听一下大家的想法 然后试着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识 然后导导大学确实 因为大家都是志工 所以没有办法那么有效率的去做到一些事情 这也是就是开源的专案 我们一直在面对的问题 但是这样子的慢慢来的节奏 其实也影响到很多人 他其实一直在目标导上 想求有效率的一个工作或生活形态 他开始在思考的是 到底是人比较重要 还是我要做到的目标比较重要 那对我们团队来讲 其实人他其实还是一个团队的核心 所以我们希望是 我们希望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心情 然后让这个协作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在的在这里协作 最后想要考考大家 大家知道导导阿学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可能刚刚影片的时候 有一些人也偷偷听到 大家可以试着用台语念念看导导阿学 他其实有一个类似的协音是导导阿欧 导导阿欧的意思就是慢慢学不用急 这其实就是我们导导阿学的一个核心精神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步调 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 不用跟人家竞争 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那我们也希望说 让大家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价值 有很棒的资源 然后当你愿意分享出来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成为 彼此在自主学习路上 或是人生路上的一个桥梁 然后成就彼此的人生 如果你对导导阿学有兴趣的话 欢迎可以点选我们的网站 去找找资源去新增资源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团队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slack 那也欢迎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 了解我们最新的状况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或是资讯给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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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